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卡与序频道 按照惯例,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些8月份的更新内容 首先是8月2号的第六章节故事内容的更新 接下来是同样是8月2号新增的高难度挑战副本 这个高难度的挑战副本的最多的参加人数为8人 这个挑战副本的场地以及玩家所获得的Buff加成 每一场都会不一样 最终的Boss也会获得各种各样的Buff加成 最终的Boss是新物种敌人,巨型甲虫 它的外观类似于GPSO2里面的暗巨型甲虫 如果你的队伍无法击杀最后的那个Boss奇怪的话 会根据每个参加这个副本的玩家所造成的伤害来分配奖励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挑战副本可以获得的奖励 今的九星系列武器,B3之星 一击的时候威力会减少25% 但是暴击几率会达到100% 这一系列的武器会比我们之前的九星武器的数值来的低 但是使用这把武器每一集攻击都能获得暴击 也就是说选择特殊能力时可以完全不需要选择伤害补增的特殊能力 可以最大化这一把武器的效益 在这个副本里面还可能获得全新的八星系列防具 在这个挑战副本里面会掉落一些特定的素材 可以使用这些特定素材去交换商店换取自己想要的物品 以上这一些武器迷彩有可能可以在爬塔任务跟纸票副本里面掉落 以上的这个SG新勋章可以换取一些特定的大厅动作跟发型 换取这个SG勋章的方法是使用以前的SG造型池的瓜票 接下来是8月2号创意空间的更新内容 会新增工会的创意空间 这个创意空间可以容纳4个玩家以上 竞争以沙漠为主题的背景以及部件 这些新增的物品都可以使用GP来购买 8月9号会复刻一些GPSO2里面的装饰品 这些装饰品可以使用一些SG来购买 接下来是8月2号的游戏功能的更新 可以使用同样的武器或者防具来升级预设技能 但是在这个影片里面所呈现的只有10% 这个10%是否可以成功就要看你自身的人品 所以很建议不要急着去使用这个功能 不然的话你就会回忆起GPSO2里面的强化商店的NPC的嘴脸 可以更换撞开版的背景 如果在金票副本里面没有玩家加入的话 系统会增加一些辅助NPC来协助你通关 可以不需要传送到Quokkun或者Tower里面 可以直接传送到外面 这个功能可以大大的节省一些传送的时间 在美容院里面新增了一个辅助玩家调路等 小色的XYZ走的数值 新增了阿卡的背景 可以提高显示其他玩家的画质 这个功能只有在PC端才有 可以调整摆放全息图的高度 DPS的显示设定 把任务柜台和称号加入主菜单的任务选项中 接着是8月2号的AC造型池 这个AC造型池的主题是围绕着PSO20周年设计大赛中的 获奖的设计以及一些角色的装饰品 以及一些夏天庆典的物品 接下来是8月9号的另外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副本 这个副本的最大参加人数为4人 如果整个队伍的倒地次数超过5次 或者是超过特定的时间的话 这个任务就会视为挑战失败 第23季的Mission Pass的奖励 接下来是8月9号与来自异世界的舅舅的合作活动 然后就是8月9号这一次的合作活动的造型池 为新增一个保障刮票时 这个刮票的获得方法可以透过紧急任务 跟一些期间限定的任务 接下来是9月份的合作对象 也就是近期人气非常高的动漫 我推的孩子 大家觉得8月份的更新如何呢? 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者补充的话 欢迎到留言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